台南一名男子久后骑车上路 疑似跟其他轿车发生行车纠纷 情绪非常激动 手持螺丝起子跟尖嘴钳朝车辆猛杂 警方获报到场男子海渡呛瞎 要警察开枪 原警也立刻强力将他压制待会 园警拿出警棍大声喝斥 因为眼前这名身穿衬衫 头戴安全帽的男子手拿力气 情绪还很激动 一步步逼近挑衅呛瞎 竟然还敢要警察开枪 双方就在大街上对峙 一手拿着螺丝起子 一手拿着尖嘴钳 就怕男子离制线断裂伤到人 一名远警趁机从后方环报 强力压制 大声哀嚎总算将人逮到 见户送医 26号傍晚6点多 这名65岁陈姓男子 酒后汽车上路经过台南中西区国华街 与民族路口 原来当时下着大雨 疑似不满后方车辆明暗喇叭提醒 近当街失控 手持工具利器 狂砸车辆 造成挡风剥离 板击损害 好在原警全程不到一分钟时间 就顺利结束这场恐怖冲突 只是当街拿力气说杂就杂 恐怕也让民众吓坏 接下来黄菩奇谈 报道